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号上午 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各界代表齐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一同庆祝中共建党90周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重要的讲话 胡锦涛总结了中共成立90年来完成的三件大事 分别是实现了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 驱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还有开创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他又表示 中国会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要提高党的领导水平 坚决严惩及预防腐败 他还呼吁 共产党员要以人民为首位 真心关心群众疾苦 依法保障人民经济 政治等权益 6月29号 希腊国会就政府提出的新缩紧开支法案进行表决 最终以155票赞成 138票反对获得了通过 这意味着希腊将可以获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 以偿还债务 目前希腊有3400亿欧元的债务在身 而且经济继续萎缩 据估计到2012年前 如果希腊筹不到300亿欧元的新援助 国家将布冰岛的后尘宣布破产 所以进行经济改革势在必行 根据这一计划 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 从年收入的1.2万欧元降到8000欧元 对高级官员超过1.2万欧元的收入部分征收累计税 对自谋职业者设立征税下限 新计划把房地产税的起征门槛 从40万欧元降到20万欧元 直接措斥为期五年 目标是在2016年前节省开支280亿欧元 不过有不少民众对国会的新政策感到失望 表示这主会加剧经济萎缩 更有不少民众参与反政府示威 抗议国会通过紧缩方案 削减了他们的薪酬和退休福利 6月30号上午 台湾最高检察署特征组召开记者会 认定李登辉和台湾综合研究院创办人刘泰英 侵占近780万美元的公款 依贪污治罪条例 洗钱防止法 将两人起诉 请法官量适当处刑 台湾特征组指出 李登辉在执政期间 私自侵占公款近780万美元 以洗钱的方式挪给私人使用 并设立了台宗院 李登辉对此事迟合合认 另一名被告刘泰英也挪用了4万多美元 如果李登辉被判有罪 恐怕将面临10年以上甚至无期徒刑的重罪 五粮春时事亮亮点 由五粮春赞助播出 相聚人间三千年 名门之秀五粮春 今天的默然回首 我们的主题是 欧债务危机中文家宝总理访问欧洲三国 经历了一年多的政策努力和联合救助 欧洲的债务危机非但没有任何改善 还再度陷入了新一轮的困局 国运总理温家宝在这严峻的时刻 到访欧洲给西方国家送上了来自东方的支持 温总一连五天的欧洲三国行 首站便到达了东欧的匈牙利 这是24年来中国总理的首次访问 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在国会大厦门前举行了欢迎仪式 迎接温总的到访 两国总理在检阅了仪仗队以后举行会谈 之后还签署了协议成立中雄企业家理事会和中雄论坛 帮助两国的企业家进行定期深入交流 除此以外温总还表示对匈牙利的经济恢复很有信心 而且中国愿意购买一定数量的匈牙利国债 同时国家发展银行也会向匈牙利提供10亿欧元的贷款 之后温总马不停蹄地继续欧洲行的下一站英国 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欧洲联合政府上台以后的首次访问 随后温总在外交部长杨洁篪和商务部长陈登明的陪同下 在腾宁街10号会见了英国首相凯梅伦 中央双方签订了多项协议 包括英国企业帮助中国北京上海以外的区域性城市建设 施政工程的研究和发展 以及允许部分英国家禽肉类食品等进入中国 除此以外 利用中国技术修建从伦敦到博明凯的高速铁路的项目 更是英国方面关注的一个焦点 此后温总到访欧洲行的最后一站德国 这是他任内第五次访问德国 中国两国领导人在柏林市郊的利伯曼别墅举行了小型会谈 并进行了工作晚餐 中的双方就当前欧洲的债务 中的国际和地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温总还介绍了中国应对通货膨胀的政策和措施 双方在会面后向外界表示 即将举行首轮中国政府磋商是创举 定将推动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温总在28号结束欧洲行乘搭专机返国 这次的欧洲行适逢欧元区年内第二度陷入债务危机 被外界视为是中国向欧洲大派定心丸之旅 温家宝总理出国访问不算是太大的新闻 因为温家宝总理每年要出国几次访问 但是这一次温总理的欧洲之行在国际上却相当的 可以说分外的引人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欧洲欧盟欧元区正在经受着很严峻的债务危机 那么所以温家宝总理这次访问的三个国家 他各有特点就特别引人关注 温家宝总理的第一站是一个小国 匈牙利 那么温总理这次匈牙利之行 也通过这次访问 也通过国际媒体告诉中国人民 告诉匈牙利人民和国际社会 匈牙利是最早承认中国的欧洲国家之一 而且很可惜 中国总理已经是四个24年之后 再次访问匈牙利 稍微显晚了一点 那么这是一些 可以说是一些礼貌性的话语 但是也显得很亲切 那么最重要的是中国和匈牙利 借这次温总理的访问 确立了双方进一步要发展政治和经贸的关系 匈牙利目前其实也处于比较深重的经济危机 中国向匈牙利提供了十亿欧元的信贷 那么另外还有几个大型的合同 对此匈牙利总理可以说喜行余色 他说起码就是经过这次温总理的访问和中国提供这个信贷之后 这个匈牙利总理说至少在中期阶段 我们就不会再有财政上的这个问题了 由此可以看到就是一个这个财大是雄的这个中国 在适当的这个时候 这个由总理访问欧洲中欧这样的一个小国 他一方面能够这个在朋友啊 在这样欧洲匈牙利这个患难的这个时候 提供中国力所能及的一些这个援助 同时呢也使得中国在中欧就中部欧洲就有了一个新的这个经贸基地 然后是温家宝总理到英国去访问 那么到这次到英国访问呢 这个双方这个经贸也是有了进一步这个加强 签署了这个一百多亿美元的这个订单啊 中国对于修建英国的这个高铁呢 表示了很大的兴趣 虽然英国官方呢是不知可否啊 我们不知道今后这方面的机会有多少 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 就是这次呢这个温家宝总理的这个英国之行啊 使这个英国的舆论呢 也是再次关注 就是一个强大的这个中国 他对于欧洲的影响 包括对这个英国的影响 但是英国有一家报纸的这个 在谈到温家宝总理这次欧洲之行的时候 用了这样的一个标题叫做温家宝的慈善之旅 这个话我觉得就很有问题了 中国总理不是去行善的 现在国际上也没有行善这回事啊 英国人的这个标题呢 我觉得也反映了他们某种程度的 一种三六六的感觉 也可能是傲慢的感觉 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无奈的感觉 英国人行过善吗 英国人现在有能力行善吗 谁也不要去行善 要做的都是一种互惠啊 对相互都有好处的一个事情 所以从这个英国人的这个 所谓慈善之旅来形容 温家宝总理的这个访问的 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欧洲的舆论 或者一部分欧洲人对于 一个强大的这个中国呢 所抱有的这种复杂的这个心理啊 对此呢这个欧洲的华人教授 关于谦先生对此也有很深入的观察 他也注意到就温家宝总理 这次德国之行呢 在德国受到德国官方的 这个欢迎的这个程度呢 可以说是空前的 那么我们看到这次 这个温家宝总理在德国啊 有一个在国际上 这个双双边关系里非常少见的 就是中国政府和德国政府啊 或者是内阁一级的 有这样内阁一级的这个工作会议 这个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 在德国也非常少见 那么为什么呢 双方都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中德两大国呢 都是世界主要的这个出口大国 而这个两个出口大国的 这个情况呢 又是互补的 那么这两强的这个结合 就使得这个中德的这个联合 在这个中欧的联合 中欧联合当中呢 又显出了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别样的一个风采啊 那么其实无论是这个 在宋亚历在英国还是在德国 因为当地总有些媒体 他们喜欢拿这个中国的人权 拿中国的一些什么事情来说事 那么这个温家宝总理呢 可以说就是非常机智的 一方面坚持原则 但是也都回击了这些 有时候有一些这样 一些不愉快的这种提问啊 或者是暗示 但是我们看到呢 无论是匈牙利益 还是英国还是德国 他们的这个总理都没有 这个向中国提出这方面 所谓这个人权方面的这个抱怨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啊 就是国家利益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个交往 它首先当然就是一种利益的这个交往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德国的一群部长和中国的一群部长 大家一起来这个会上 因为德国毫无疑问的 他就是欧盟的这个核心 现在在这个欧盟 欧元国普遍这个处于这个危机 这个当中呢 但是德国的情况还是最好的 因为德国拥有最强大的制造业 这方面的跟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 虽然在亚洲并没有亚元 也没有一个普遍的这个